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他们犯错误的时候不知道怎样去处理 严厉了可能家长不满意 不严厉学生可能会不好好学习 考试政策以及学习内容在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候 而自己可能还需要有这样的一些突破 有这样的一些精进 可能会在教育上会存在一些这样的一些平静问题 不会偏心 你偏心其实学人是感受得到的 而这样会很影响你的课堂氛围 也有过 但是必须得克服这种心理 不可以去偏心 因为孩子们对待孩子 最起码的准则应该是一视同仁 特意地去走边缘的这些小孩 一次课走一圈 一次课走一圈 不会偏心 不会偏心 这个大家来了以后坐在教室里面都是这个 我是一碗水端平的 因为不管就是什么样的孩子 他的本性都是善良的 另外每一个灵魂都值得被善待 每个人都有优点 每个人都有缺点 我可能会喜欢他这方面特别地积极活跃 可能喜欢他特别认真努力 可能喜欢他很聪明 或者是很孝敬很懂事 我不知道怎么就拼心 我没有完全地特别地疼爱某一个学生 确实有 因为有些学员呢 他回答在点子上 对吧 他特别喜欢跟你互动 然后作为老师呢 有的时候你怕冷场 然后你会更愿意跟他去互动 然后从而忽略了一些其他的同学 那这我们现在呢 我们的系统里是有名单的 所以有的时候需要提问的话 我是按照名单一个一个过的 说老师更加偏爱学习好的 学习好的学生可能就离开了大山 我这一辈子可能就见不到他了 如果相对那些逃孩子 可能我见到他 能够在山区建设 能够在我们家乡 可能我见得更多 所以说我说我对学生 基本没有什么偏向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那么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就能够在这种程度上 我们在这里 请不吝点赞 就能够在那里 等会儿 我们在一起